好 各位 大家好 我是五十三伏的暴力昂 今天為大家要介紹的是 這一次 今天台服的更新 他這次更新的主要重點的話 應該算是兩點 主要是戰魂的 戰魂多了一個 草剃燕之魂 主要是這一個 我們還有跟 他的任務有改 只是任務今天已經解掉了 所以已經看不到那幾個 他成長應該是主要是明天 大家應該就會知道會有少三個 所以之後戰令的部分的話 大家應該會要達到標準會比較難 特殊任務的話 我目前還留蠻多 反正主要是你一天大概就是解到兩百 除非你每天都有在花到 那一個 那一個花到鑽石 像你弄到880 或是300的話 這樣子 你這個也蠻容易達標的 只是這樣子的話 之後戰令的話 你要到滿級 基本上會比較需要花到鑽石 的部分 會比較可能需要花到鑽 可能就是看大家怎麼去斟主了 這樣子的話 戰令的CP值會降低蠻多 因為戰令最主要其實就是 主要就是 拿一些 零星的 那一個 支援而已 最主要其實也是拿那個 這個角色碎片 角色碎片 這主要的話 其實你假如出卡的話 最主要就是把它 拿來換成萬用碎片來使用 我最主要的是 拿那個開戰令的最主要 其實也是這一個 跟那一個 拿到那一個 這一個 這個是 呃 這個 最主要也是這一個 奧義極限的 然後極限的話 我們要給它用成救急 就是主要是拿這個 再把它煉化 煉成救急 的主要主要也是這樣子 其他的資源其實就 現在來說 都算很好取得了 所以的話 就 比較沒什麼特別 最主要應該就是 萬用的部分 跟 極限碎片 啊 或是有零星的 像那個 叫 援護的技能 可是技能那個算還好 然後再來的話 可能就是 徽章密集 或是最後可能有 緣 緣分石那一些 可是緣分石現在應該也算還好 因為 比較 後期比較少角色區 近期 就是可能是比較初期玩家 會比較需要到緣分 緣分石的 東西 啊 我們現在比較後期玩家 其實就比較會還好一些啦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進入這次的主題 主要是 草剔 草剔 草剔滅魂的部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他的 戰魂開啟效果的話 第一個 非草剔一族的火焰流格鬥家 佩戴生效 所以 就是 你就要不是草剔的 但是你是要 需要他是火焰流的格鬥家 佩戴就可以用 反正就是 假如是草剔或是 火焰流的 袋 袋就有用 佩戴後給自身增加火盾效果 就是旁邊會繞那一個 就是白草 或是那一個火草 那時候 拔罐草那一種的 火草沒有啦 是 白草跟拔罐草 的部分 持續前場 持 提升10%免傷 跟10%的反彈 自身可 免疫灼燒 跟靈魂灼燒 哦 主要是靈魂灼燒的部分 但是後期現在 靈魂灼燒 因為主要現在 把罐草推移的關係 現在 基本上 正上6隻角色 應該 現在會有在火焰流在上面的 應該只剩下 超越者K吧 但是超越者K 我有點忘記他的效益了 所以就看他有沒有 應該是有灼燒的部分 就是扣趴的灼燒 但是就會有影響到 因為 你像拔罐草的那一個 灼燒是可以疊的 他的灼燒 的扣趴 就是跟那個 無名的那一種 切割扣 那可以疊加 那個其實 疊上去是蠻可怕的 或是暴風戰火那個 那個切割 那個疊起來都是很可怕 然後我們來看 戰魂到第二星的時候 是 必放小技能 然後 必 是 釋放必殺 我說錯了 釋放必殺 即小技能附帶靈魂 灼燒一回合 可降低8%生命值 跟200怒氣 這個算是還OK 可惜 現在已經 火焰流的角色 真的是少了 如果攻擊始祖目標 超過兩人時 則隨機兩目標 受到 靈魂灼燒 好 就是那個人的技能 是一獵的啦 就是打 你打一獵的時候 就變成可能 想要他的意思就是變成 後 你假如是打一獵的話 變成是後者 就是只有受到靈魂灼燒 不會降到怒氣吧 就是隨機兩個 受到靈魂灼燒 靈魂灼燒的話 扣8%生命值 其實你如果搭配暴風戰魂 這樣扣的話 其實扣血這樣子是蠻 可是這應該是可以 他們沒寫說不可驅散 所以這個是可以驅散掉的 所以就比較 還好 就是現在很多角色有免疫啊 開場免疫 所以的話 其實就比較還好 除非他是跟 其實跟那個暴風戰魂一樣 後面倒是有附助 不可驅散 好 戰魂3 增加火焰流格鬥加20%必殺抗性 跟20%小技能抗性 這個其實就 比較普通啦 因為大部分就是 因為本身技能就有 只是在把這個再疊上去 讓他更坦更硬的感覺而已 可是就看後去他有什麼會去再改良的 有再改良新的 那個火草或是 那個 八神或是其他火焰流角色 反正拳王試著他很多角色可以出 反正他後面後期比較出拳王是4的角色了 對啊 然後 好 戰魂4星的話 提升草替燕之 焰的草替燕之魂 好 這念來有點老舌 靈魂灼燒 一回合內 動結 回怒效果 並降低目標50%的治療率 喔這個其實就比較會有 有傷一點 主要是動回怒的效果 因為現在其實 打的話蠻多的 所以主要其實 那個動結回怒效果其實會 真的是差蠻多的 然後 降低目標50%的治療率 治療率的話 在後期的話 現在主要是超納 超納降 超納降治療率比較多 所以比較 比較影響多的話 就是後期 後面的話就比較還好 主要就是五星 我們來看一下五星 他最主要其實站穩都是五星 因為主要是你開到五星 你從一開到五星的話 你要十一本 基本上你要十一本的站穩 站穩的 本 那個站穩數 所以的話 你這個會耗費會蠻多 你一本平均現在是一萬四千鑽的話 你至少十一本 你十一本的話 你就要十一萬多鑽 我看一下齁 十一本 所以就 沒有算錯了 是十五萬鑽 你這樣叫十五萬鑽 你這樣叫十五萬鑽 這個鑽 這個鑽 這個鑽噴的可是很多的 所以的話 這個就是要 那個斟酌 好 我們先看第五星 我方正上級援護中 每增加一名火焰流格鬥家 提升全體火焰流格鬥家 8%的暴擊 最多24 暴擊強度4% 最到12 其實這個就真的 真的會蠻還好的 這個其實就 五星的話 其實 因為主要是後期 除非你的火焰流 的角色很優異 不然的話其實 這五星 戰魂五星的效果 這個的話 真的就是 沒什麼特別 這其實就跟 那一個 這個 那個 女神應該會有點小類似 其實就有點小類似 好 這是這一次的台服的 那個最主要的更新 戰魂跟 那個到時技能的 那個 每日任務的部分的更新 阿每日任務的話 應該是到明天來說 大家會比較 明顯 所以的話 今天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不知道 因為大家 因為是下午 十點之後才更新的 現在很早就解完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 這個影片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掰掰